上个月中启程去日本拍摄全新旅游节目 45日环游日本的张宝怡 近日和摄制队去到清心园 准备拍摄当地著名景点澳入奶溪流 谁知在8月3日遇上日本东北地区 出现创纪录的大雨 当地政府发出水浸及山泥倾射警告 摄制队行程受阻 宝怡就在酒店直击情况 我现在身处在日本清心的澳入奶溪流地区 其实这也是个名声 我们就住在这个酒店里面 但今早早大概5点 宋跌5点3的时候 我突然间手机响起来 因为收到一个区别的警告 写着在这个清心地区 会有一个山泥倾射 还有有类似是水浸要避烂的 一个情报 今早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酒店开始有一个广播 广播就是首先用日文 之后它也有再用英文去说 就是说其实 因为这间酒店在隔壁 在隔壁 已经是澳入奶溪流了 但这个溪流已经慢慢变成了澳入奶红流了 因为今早早是非常反滥的水 而且酒店周围 就是在一楼的地方 其实已经有些水浸进了餐厅 所以这个广播就是说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酒店是有一个防水的一个难的 所以水就不会涌到进来的 虽然酒店卫柱已经变成 在隔壁红流的澳入奶溪流旁边 幸好酒店方面不时提供即时资讯 以及为住客安排得非常妥当 令到鲍宜和摄制队 可以安心留在酒店 不需要疏散 其实酒店附近的道路 所有的山路 通往城市 还是去机场的道路 全部都已经封了 但是我们现在身处这个地方 就是安全的 是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 今早开了电视机去看 有些大雨的情报 就看到好像天理小姐那样 看到河川泛滥的险水位超过了 已经在十和田澳入奶村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不断有不同的 有洪水警告 亦都是有一个低蛙的水浸警告 今早亦有一个山泥倾斜警告 还严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会留在这里 今天就是留在这个地方 安全一点 大家不用担心 父母不用担心 老公也不用担心 原本拍摄的位置 静静在酒店旁 Bowie也特意去到拍摄现场 视察最新情况 希望多留一晚 等待水腿就可以继续拍摄 你看到这条这么洶涌的红楼 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宁静的溪楼 你看到它外面有一些帐篷 我们应该今早早要拍摄的 就是坐在那个帐篷下面 欣赏这个这么宁静的景致 但是现在就因为下雨了 而且是今早早这些地方 亦都是被一些泥色的水 已经是淹没了 所以就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但是现在有水腿的迹象 所以你开始看到一些 绿色的草坯在这里 我们希望今晚可以留一晚了 就可以拍到这个这么宁静的环境 被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